日本天皇三色草莓包裝精美 有大紅色白色橘黃色 27顆要價1.3萬 一般人拿吃的下去 台北天幕竟然有貴婦 特別叫了Uber司機南下 小心翼翼的請人用手把草莓捧回台北 你從台北特地下來說 對啊 而且我們還多派了一個時機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這個草莓真的是太高級了 所以我們一個要負責開車 一個要負責拿在手上 然後一路捧回去 頂級草莓一顆要價快五百元 鎖定金字塔頂端客戶 當時店內只有近二十五盒 上架就被秒殺 有錢人就是任性 有錢人的想法我們永遠不會懂 現在我那個外盒都還是搜著 那打開每一個草莓的香氣 是不一樣的 口感也很相對細緻很多 不只如此 店內還有日本岡山進口的社香葡萄 光是這一小袋賣一千三百元 日本和歌山的黑芝麻市 果肉市黑色的 一箱四千八一顆就要四百塊錢 對比台灣田市價格更是甜茶地別 今年運輸大概在六七十七八十那邊 葡萄的話目前進口的會比較多 我們在賣基本上都在一百六跟一百七之間 台灣田市正式產進一般水果行 一顆才賣三十元 就連進口的社香葡萄也是一串六百八十元 只能說貴婦花錢沒再手軟 一萬三買草莓讓普通人沉目結舌 記者韓志心李雲杰台中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